来 准致 来 准致 走 等我一下啊 准致 这个湖南的曲张运动 搞得怎么样了 赶紧跟我说说 这个靳迅鹏啊 已经答应了 要解决湖南的事情 现在军阀混战 张静谣四面楚歌 败局一地 那么准致 曲张运动之后 湖南将何去何从 你想过吗 好 先生 这也正是我要请教你的问题 不 我其实是想听听你的理解 这次曲张运动 我主要想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 只有依靠民众大联合 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第二 曲张运动后 努力争取 实行湖南自治 好嘛 准致 来 误误手 这两个实际的问题 都被你抓住了 好啊 关于民众大联合的行动方式 有两个主张 第一 是马克思列宁的激烈派 第二 是克鲁炮特金的温和派 那么你毛润之 现在是哪个派啊 说实话 我现在很纠结 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 我看了不少 心向往之 但是从情感上讲 我对暴力革命 还是心有顾忌 我可能更偏向于 无政府主义的温和改良 容忍哲 你打算怎么改良湖南呢 现在是军阀混产 曲张之后 还会迎来新的独军 我知道您和众府先生 都主张落实 严省自治 所以我在想 我们湖南能不能带个头 曲张成功之后 首先摆脱北洋军阀的控制 建立以民为主的真正负责 当然 这也只是我的想法 还没有捋出头绪 所以想听听您的意见 文哲 不是 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我还是建议你 再多去了解一些 俄国的十月革命 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我不妨明确地告诉你 我和众府先生 都已经确定了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们决心效仿俄国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 中国走改良的道路 根本就行不动 只有实现对于社会的 根本改造 才可以挽救我们的国家 第二个问题 认知我建议你 把你的眼界放得更远一些 把改造湖南这个问题 放到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 大方案当中去思考 这样你会少走很多的半路的 先生 其实啊 我非常崇拜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 另外 我对俄国革命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已经和西民学会的同志商量了 准备在长沙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同时啊 我想去俄国留学 或者进攻检学 深刻地研究一下 中国到底适不适合走俄国人的道路 并且迅速地找到答案 好啊 任志 我在北大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而且在蔡先生的支持之下 我也搞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书屋 我们那个书屋 有很多俄国革命 还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籍 而且经常开办推荐读书会 明天正好有一个讨论会 讨论的主题就是共产党宣言 你来参加吧 太好了 我恨不得现在就看到那些书籍 先生 我一定去 文哲 世伯代啊 我们不能总是在十字路口上徘徊了 到了该决断的时候 我一定会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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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议上好 算议上好 同学们好 我过来看看大家 您忙吧 出研究室入监狱 南方兼有北方墙 这副对子挂得好啊 很有些杀身成人的风谱啊 蔡先生 主任先生 您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首长兄 我听说 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啊 布置得很特别 我呢 就赶来参观一下 这不是湖南的毛孕之吗 这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怎么也不来看我 我常向他们提醒你 我来北京有一段时间了 请坐 您坐 首长 请 我一直忙着要求撤职 承办张静尧的事情 所以一直没有腾出时间 到北大看你 希望先生能尽量 蔡先生您知道吗 现在润芝在北京啊 那可是大大的有名了 曲章运动搞得那是风风火火 而且自己还创办了 吕京湖南各界联合会 和吕京湘人各界曲章委员会 而且自己还当上了平民通讯社的社长 我早就看出毛润芝是个大材质 现在正是年轻人大显身手的时候 怎么样 曲章运动进行得如何 胜利才忘了 任志啊 你可以多参加我们的活动啊 多看一些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 我是真心希望 你能够早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想 我正在朝着先生所希望的方向转变 好 有机会我们多聊聊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打算下个月去趟上海 你要去上海 那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众国 如果你要去 请一定带我向他表示问候 好的 一定 其实啊 我有一肚子的问题 想去请教众副先生 我有一年都没见他了 真想跟他好好地聊一聊 好 好 好 首长兄 蔡先生 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吗 这个地方特别好 这是民宅 我们很多共产主义书籍 都可以放在这儿 省得那个张凤仔啊 在刁难我们 检查我们 首长兄啊 不过还是不要调以尽心 还是谨慎一些为何 我建议啊 这个书啊 是不是能找一个 更加隐蔽的名号 名字我都想好了 好 抗牧义斋 抗牧义 义 再加个斋 有意思 共产主义书 很有智慧 也很响亮这名字 我还有事 我就不久留了 蔡先生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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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忙 来 大家 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 咱们准备开始上课了 来 大家都回来吧 今天啊 是我们北京大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举办的第一场读书活动 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李大钊先生 为大家宣讲 共产党宣言 大家欢迎 同学们 共产党宣言 是卡尔 马克思 和弗里德里席 恩格斯 为共产主义同盟 起草的纲领 由马克思执笔完成 那么这个宣言的基本原理 我觉得可以做如下的概括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主要的生产方式 和交换方式 和由此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 都是这个历史时期当中 政治的 精神的历史 所赖以确立的基础 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 才能够解释历史 自从原始人类社会 解体以来 人类的全部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个历史 包括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即 无产阶级 如果不能同时使整个社会 摆脱资产阶级的压迫 剥削 阶级划分 阶级斗争 那么他自己 就不能从资产阶级的 统治当中解放出来 消灭私有制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 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然后一步一步地 夺取资产阶级的 全部资本 然后把生产工具 集中在国家 即组织成为了 统治阶级的 无产阶级手中 然后尽可能快地 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 基本观点 在这个革命当中 无产者 失去的只是锁链 他们得到的 将是整个世界 这是共产党宣言 最后的 庄严宣告 是庄先生 俄国朋友 维京斯基先生 来 请 同学们 今天来参加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 除了各位同仁之外 还有远道而来的 俄国朋友 那么接下来 就请俄国共产党远东局的 全权代表 维京斯基先生 来为大家 介绍一下俄国的情况 大家欢迎 同志们 我是俄共中央远东局的成员 这次受共产国际和 俄共中央的委派 来到中国了解情况 讨论一些实际问题 我听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参加过 五次运动的 积极分子 我非常高兴和荣幸 我希望今后 能经常参加这样的会议 也希望今后 能和大家多沟通 多交流 下面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俄国十月革命 发生的过程和俄国 现在的一些情况 谢谢 谢谢 挺好 莫补 我觉得 行严先生安排是对的 广州现在局势那么紧张 你去西南大学会有危险 所以他建议呢 你在上海多待些日子 我也是这么想 好 这是新青年的第三个家了吧 第一个家 是我的亚同图书馆 江西路的浮华礼 这第二个家呢 就是你在北京的 建杆胡同九号 老余阳礼二号 这是百文贝的旧宅 也曾经是我们湘满同志会 集结的地方 这是第三个家 还会有第四个 第五个 这新青年走了一圈 就回来呢 你陈独秀走了一圈 也回来呢 这个人生多么奇妙啊 新青年和陈独秀 虽然都回来了 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 新青年和陈独秀了 他们都将在此获得新赏 他们都将在此获得新赏 中府啊 我看 你就利用这个机会 把孩子和军曼都接过来了 那个陈炯明 不是给北洋政府 去了专寒了吗 我想那吴炳香 他也不会为难军曼 军曼和孩子们 过来固然好 但眼下最迫切的 是新青年 在上海需要新帮手 先生 我和许德恒这次来 就是代表北京学联 来上海参加 全国各界联合会的 筹备工作 我们可以帮您 好啊 先生 新青年现在已经遍地开花 深入人行了 我有个朋友叫周恩来 前不久他跟我说 他正是因为看了新青年 眼界大开 改变了命运 周恩来 我听守长说过他 他现在在干什么 在天津 因为组织 示威起源活动被博了 不过他们把牢房 变成的研究室 每天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来上海之前 刚刚托人给他们 烧去了上一期的新青年 好 我们现在呀 就是需要这样的青年精英 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里来 谁啊 你什么时候去法国 大概五月初 那还好 还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我正好想筹备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你来参加吧 好 我一定参加 还有 你也可以帮我编辑新青年 我听守长说 你不是去过常新店吗 我最近想编写一期 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专号 你可以带我去一些工厂赚 太好心了 您现在怎么对工人运动 这么感兴趣呢 不是一般的感兴趣 是非常感兴趣 叶恩 你读过《共产党宣言》吗 读过 经常读 常读 常读常信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人 能把它翻译成中文版本 如果有中文版本 咱们就可以到工厂里面演讲 没有中文版 也一样可以去工厂宣讲 我们就看上了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游荡 为了对这个幽灵 进行神圣地围剿 救欧洲的一切势力 教皇和沙皇 米特尼和鸡左 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 都联合起来了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 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 只有用暴力推翻 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才能达到 让统治阶级 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 发抖吧 无产者 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 只是锁链 他们获得的 将是整个世界 全体结实 不达目的 势不罢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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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人们 徒人们听我说 你们已经两天没进食了 尚风很着急 你们的同学和父母 也都很着急 请大家稍安勿躁 先进食 我们一定会尽量满足 你们的要求的 好 我们的要求一共有三条 第一条 尽快公审 按民国约法 给同学们一个说法 第二 改善拘留条件 辟出专门的房间 确保被捕同学 与其他犯人分开 集体同住一处 自由往来 第三 为被捕同学提供 所开列的报刊资料和图书 确保同学们 有集体做操 集体学习 讨论 演讲 演戏的自由 不达目的 我们绝不罢休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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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要求 我这里向上都汇报了 是 无罢休 会不会回复的 绝不罢休 不罢休 听我说 绝不罢休 不罢休 绝不罢休 同学们 听我说 同学们都听我说 听我说 好消息 好消息 上头已经全部 答应你们的要求了 现在大家可以进食了 我们是 我们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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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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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同学们 监狱也可以是我们的研究室 今天的演讲呢由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要点 其一是关于人类文明的经验的说明 其二是社会组织精华论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 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 也就是生产力 生产力亦有变化 社会组织必须随着它变化 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 它也和步驳输素一样 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 守旧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 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当生产关系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 要求的时候 就需要去打破这种旧的生产关系 旧社会组织对新生产力的束缚 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这就是社会革命 人类的社会就是通过生产力不断地发展 不断地去打破旧的生产关系 产出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来实现社会不断地从低级阶段 向高级阶段发展 这就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 至七月十七日 青年周恩来 在天津的监狱里 完成了思想的裂变 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 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听说现在对俄国人感兴趣的不多了 维京司机的演讲 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听了 现在只有我们马克思学生研究会的人 才是中世听中 其他人都不来了 维京司机几次提出要和您单独面谈 还说要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 但是这件事太大了 我得靠绿周全才行 听他的口气啊 已经不耐烦了 那就今天下午吧 中夕 帮我安排一下 好 润芝在干什么 润芝去屈副了 他说他要先去屈副的孔庙看看 然后再去上班 去孔庙 有点意思 首长 诗志 诗志先生好 摩尼 先生好 摩尼 有种馅吗 有啊 我们经常联系 他现在在上海专心编辑新青年呢 怎么就我没他的消息啊 诗志啊 我们上哪儿找你啊 你现在天天围着杜葳的屁股后的转 军曼嫂子走的那天 也没见着你的人影啊 那天我确实有事情 我让东秀去送他了 对 我听说陈炯炯明想要把祝福请去广东 当教育区的厅长 他什么时候懂事了 你听谁说的 我母席兄长来信说的 消息应该没错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倒真希望他去广东 因为那儿比上海安全得多 只要他不折腾哪儿都安全 但咱们这个兄长 他能不折腾吗 首长 我知道你最近和俄国人走得很近 这也很危险啊 诗志 你跟美国人走得这么近 你就不怕危险啊 你知道现在大伙怎么说你吗 行行行 别说我了 我知道我说的你也不爱听 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 好 你只要做得如你 拜拜 早安 先生 小心啊 放桌子上 先生 您这箱子里面放的什么宝贝啊 什么宝贝 我来给你看看 给你看看什么宝贝 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哪 先生 这可真是宝贝啊 我从李大钊那儿 走后门借来的 杭总 我今天给你两个任务 先生您说 第一 跟我一起编辑新青年 我打算正式地向北京的通人编辑们提出 由你来担任新青年的主笔 这哪行啊 我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啊 先生 您太抬拒我了 怎么不行啊 现在是青年人的天下 胡适之号称青年导师 我看他的思想现在落后新青年五年 大胆干 没事 好 我听您的 第二 抓紧时间 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版 尽快出版 太好了 保证不辱使命 我手上有日文版的 现在又有了英文版 对照着看 这意思啊 肯定就不会错 咱们俩分工 你来负责翻译 我和李韩俊负责交对 这样能快点 那这样 我就回义乌老家去翻译 那儿比较安静 又由我母亲照顾 效率啊 肯定会快很多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 周章先生 围京司机他们来了 围京司机先生 你好 您好 很高兴 再次见到你 李大招同志 您叫我同志 我很高兴 但是我觉得我的觉悟 还没有到达那个层次 我听说我还没有到达 来 来 来 请坐 李大招同志 您太谦虚了 我仔细拜读了您写的许多文章 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即使在俄国也具有很高的水准 对 对 但是我认为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 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上 而更应该体现在行动上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也组织了长信殿工人现状调查 这些都是行动 我们都要评论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 和长信殿工人现状调查 这些还是不够的 我们认为 中国共产的现状 是尽快成立 无产阶级的政党 我们也认为您的情况 我们也认为您的主要 您的主要是 在这种行动 我们仔细研究了您的情况 认为应该由您来调这个头 我送给您一样东西吧 故意是到德雅瓦子 这封信送给您 这是德雅瓦子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合适的人 我帮您找着了 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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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那一位 陈独秀同志 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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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就是他 他现在人在上海 您拿着我这封信去找他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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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上海 他很喜欢他 陈独秀 亲爱的李大昭 你已经看见 你早就准备了 亲爱的李大昭同志 能看出来 您对建党这件事情 早就胸有成组了 建党在中国 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我们哪能够深圳吗 大王里 旺儿啊 休息一会儿吧啊 一上午都没动屁股了 妈 你怎么又进来了 不是说好了啊 不叫不进来的吗 旺儿啊 你这神神秘秘的 写什么呢 这放着咱家 敞亮的糖屋你不写 非要在这柴房写啊 你 这比较安静 好了嘛 你就不要再问了 好好好 我呀 煮了点粽子 包好了 蘸着红糖吃 可好吃了 好啊 我正好啊 有点饿了呢 好吃 好 旺儿啊 还有没有要洗的呀 没了 旺儿 你 你吃什么了 这 我的傻儿子 这红糖还不够你蘸的 非要蘸着墨汁吃啊 你等着啊 别动别动别动 我这傻儿子 快来 别写了 快洗洗 妈 妈 放这儿 快洗洗啊 芳儿啊 这墨汁 是什么味道呀 甜吧 甜 甜 味道好的呢 谢谢 真理的味道 真 真 没有了吧 哦 好了 好了 妈 您呢 去忙吧 抓紧吃 真热吃好吃 好嘞 都没有 我 虽然 赶紧把音音放到笼子里 去洗手吃饭吧 妈 白岚姐姐什么时候了 快了 我帮你 白岚姐姐说 五月要去法国 应该这几天就到上海了 重副 我忘了跟你说 我从北京回来的时候 刘海薇跟我说 还要和白兰在一起呢 确实这次他们俩 要一起去国国 我知道 好事 海维出国 还是我找蔡先生帮的忙 他们俩要真是能在一起 我们对白兰也就放心了 先生 师母 师爷 师爷 姊妹 兄姐 我给您带来两位熟人 谁啊 快进来 来 众先生好 夫人好 夫人好 你们好 于秀松 师村统 太好了 先生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先生 俊伴赶紧多添几个菜 今天我们要多喝两杯 好好好 没问题 你们客厅坐吧 来来来 行 先生 我们这次从北京赶过来 特意偷问您 现在在信息评论里面帮忙 你俩心吃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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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们现在正需要人手 我们正在筹备成立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现在身边能帮忙的 就是陈旺道和李汉俊 过一段时间 誓言也该出国了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吗 我们俩这次来啊 本身就是想帮着先生 一起做工人运动的 所以一切听您调解 这个工人运动呢 是我们今后工作的 一个重点 我们这一期的新青年 也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专刊 但是当务之急还不如这个 当务之急 是筹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来领导工人运动 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听守长先生也说起过这个事情 守长在北京大学 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 并且开展了有效的工作 这个南方的这种条件 比北方好啊 我们不能落后啊 曼东 正好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 这是我的助手 陈旺道先生 陈先生 陈先生 你们二位也在啊 你们认识啊 认识 我们算是星期评论的同仁 那太好了 旺道 什么事 先生 共产党宣言 我已经全部翻译好了 请先生教言 太好了 太好了 旺道 你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 历史不会忘记你 太好了 先生 今天晚上我就在您找我个童宵 先度为快了 遗憾得很 你出国之前引不出来 要不然带到法国 这颜年巧年能看到该多好 没事 他们在那边可以开访问版的 先生 还有一件事情 说 你出国之前引不出来 没关系 都是自己的同志 但说无妨 共产国际代表维京司机 已经抵达上海 他们带来 李大钊先生给您的引荐信 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您 他会说中国话吗 他们带来一个翻译 中国人 叫杨明哉 是俄共党员 这件事情很重要 明天安排见面 这位是维京司机 到晚里是陈独秀 那是怎么回事 跟他讲 按中国的习俗来 他可以在维京司机 让他带来 这个可以 坐 我听说陈独秀先生 不是特别喜欢 中国的传统文化 瞎说 那是恶传 我八岁随祖父 熟读四书五经 十八岁 忠德院士秀才第一名 自信地说 中国的文化传统 已经烂熟于心 挥之不去了 我认为 我认为 马普斯主义 是当今世界上 最科学的例子 俄国的十月革命道路 也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榜样 俄国的十月革命道 正是 中国的十月革命道 第一名 中国的十月革命道 很棒 我们有很多共同 很棒 但我们有很多共同事 有很多共同事 我有一些东西 有什么东西 有东西 可以 他就像 很棒 那些事情 入去圈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您给我们提供帮助 早在今年二月 我就和李大钞同志 已经就在中国建党的问题达成了公式 之后呢 又实质性地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比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术的研究会 和即将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都是这一类组织 我们现在呢正在抓紧建党 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中央的支持和帮助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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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拥抱一下吧 很抱歉 韦靖斯基同志 拥抱在中国的传统中是合体的意思 之后呢 要成立的中国党和俄国党 可以结盟 但不可以合体 中国有个传统 叫亲兄弟明算账 你是你 我是我 什么时候 都不能把自己弄没有了 所以 我们还是我 一九二零年四月 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 维京斯基等人到达中国 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 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 给予帮助 好 各位公友 这马上就五一劳动节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节日 我们新青年杂志社 要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 不仅要发表文章 还要发表我们公友们自己的主张和要求 今天呢 我们这堂夜校课主要有两个内容 第一 第一 是我们新青年编辑陈旺道同志 来做一次演讲 第二 希望大家对这一期的专刊 提出意见和要求 好 现在就请陈旺道同志 来做演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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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同志们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 必有一班糊涂的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 或者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 我以为他们说错了 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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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 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 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 也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 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 更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人做的